Hello 大家好 我是Dr. Seth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关于 小孩子在车上的安全 如何照顾小孩子在车上的安全 如何妥善的做好这个准备 好 这样Dr. Seth就会分享这几点 当我们跟小孩子出行的时候 我们要看看小孩子到底是几岁 如果是5岁以下的 每个小孩子都需要一个 小孩子的安全座 这个小孩子的安全座 其实应该放在车后面的座位 因为放在车前面的座位 就是乘客位置的话 会有危险 因为当有 accident 的时候 Airbag deploy 就是Airbag开放的时候 它会造成的小孩子 实习 因为那个ballon在他脸上 会可能盖着很紧 第二 就是如果是小孩子 8岁到12岁 如果要坐在前座的话 其实是 看他们的高度 如果他们的高度 当那个安全带是 刚刚绑到他的颈部的时候 那个高度其实是不适合 如果是8岁到12岁的小孩子 他们的 高度是允许的话 他们应该是 安全带应该是在胸腔前面过的 不应该是在顶部过的 如果是比较矮的 8岁到12岁的小孩子 他们需要一个 比较脱高起来的 乘坐的离职 所以 以便 安全带是在他们胸腔前面 绕过了 那是很重要的 还有 有时 因为父母亲繁忙 然后很赶时间 因为工作上很多压力 要赶时间 可能他们就 很容易散忘 小孩子会在 留在车上 车尾了 因为 卡西就是后面 所以我想提醒的就是 你们可以把 你们重要的文件 或者是重要的 包包 或者是钱包 或者是 你那些 要工作的文件 重要的都放在 那个 后座 跟小孩子在一起 当你下车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拿这个文件 对不对 这样你就不会忘记 你的小孩子在车上 还有就是 可能你可以在 小孩子的安全座那边 你就放一个洋娃娃 当你小孩子坐的时候 坐在那个安全座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 玩具拿去前面 那个 乘坐 这样你就看到那个玩具 你就记得你小孩子在后面 还有就是 如果你送孩子去托儿所的时候 你就跟那个 托儿所的主任 教他们跟他们说一下 如果小孩子 在这个时间里面没有被送过来 请摇个电话给我们 提醒一下 问一问 到底小孩子在哪里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 比较安全 还有 在 你知道现在我们的时间 可能赶时间 每样东西都在赶 然后工作 或者事实上也是很赶的 或者是 有时在家庭上有问题 会吵架 然后 我们的情绪不稳定 然后导致我们不能 专注 或者不能focus 然后会把小孩子 不小心 遗漏在 车上 当你赶时间的时候 你记得 就要set一个 alarm 可能你需要 提醒一下 做一个alarm 或者是做一个app 现在有很多这种app 可以提醒大家 就是说当你下车的时候 小孩子还在车上 他会想 想 会有那个 发出那个音效 提醒你 其实这个方式 也是一个很好的 方式去处理 好 Dotor Seth 就想跟大家 一切的父母说一说 其实我知道 孩子们 是父母亲的心肝宝贝 工作 是可以等 小孩子 是你们一生最重要的宝 和你们的宝贝 所以 孩子 怎样都是 比起工作更重要 所以当你太忙的时候 也不要忘记 给多点时间 看看自己的小孩子 好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我这个channel的subscribe 我的facebook 我的youtube 我的tiktok 和我的 Instagram 记得 Dotor Seth会不时的 放上更多的 很好的有益的 医学尝试的视频给大家分享 好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